請問一下,以你作為一個醫師、專業的角度 你認為針對我們整個邊境、針對觀光客、針對商務客 你認為大概開放的時間點會落在何時 因為現在每天全世界新增案例最少是8萬 平均是10萬到12萬之間 所以只要邊境管制一換官,感染就會進來 什麼 只要邊境管制一換官,感染就會進來 所以永無止境嗎? 在可見的時間內沒有辦法解決 今年頂魚前應該沒有機會 至少今年頂魚前沒有這個機會 對 從疫情這波疫情開始一直到今天目前為止 你覺得我們台北市哪一個產業最慘? 這個觀光旅行,做國際客的觀光旅行業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現在6月7號解封以後 中南部,甚至包括禮堡,飯店 一房難求 台北市的飯店 根據業者告訴我 一人難求 我們台北市觀光局 觀傳局 針對這個事情 我們有什麼對策 怎麼樣把這些客人 首先 怎麼樣把400萬 包括新北市的人 留在台北市 怎麼樣來 做這樣的一個消費 甚至把中南部的 吸引到我們台北市 來消費 請問你們有什麼樣的因應對策嗎 我們在6月12號 就有照片記者會來說明 我們安心旅行 有很多方案 我們跟商業處也推出很多消費 你們推出的方案 不要拉會我的時間 你們推出的方案 都是針對場館 有的 賺了個幾百塊 根本發不上任務 嘛 你們要想到的對策 怎麼樣把這個台北市的這些觀光旅館 怎麼樣讓有人可以入住 這個對他的這些業者才是最實際 最有效的 我給你看一段影片 今天不送你東西 你看一段影片 送你一首歌 來 市長注意聽 好 謝謝市長 台北金名 冷清清 是我們這個洪隆洪的歌 這是士林夜市 4月6月都沒有人 然後呢 市長 這個 不只是旅館業 還有我們商圈 也很可憐 請定五 你是不是也這樣認為 在疫情過後 現在振興經濟的情況之下 你覺不覺得 這些商圈旅館業都很可憐 我剛才講過 做國際觀光旅遊的會很慘 但是如果是內需型的影響不大 好 我怕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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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